Lon Rebound 林俊錡拿到 來個 No Looking Pass 給到陳冠軍 林冠軍 在補給其他學校的招募 那劍勤哥大家一直是穩定的強權 林冠軍突然間一個加速上籃 拿兩分 這球會被操到 再交球阿斯卡也得分 這是林冠軍跟林俊錡的雙齡配合 桑教練有滿長一段時間跟隨中華隊去一地訓練 所以他在自己的球隊當中待的時間 可能也許沒有想像中來得多 他可能也心裡面會過路過小比較惶恐一點 球隊的訓練是正常化的 而不是球隊的訓練只靠一個總教練去再運作 他沒有辦法掌控球員的狀況 那蘇哥今天也坐在教練台 李家康 再塞 兩個轉移球 陳維倫的四足路角沒有 讓2-3的區域的防守難度增加了 史伯仁抓到經過籃板再送給林冠軍 還是選擇外線進 下半場很明顯的健行科 訓練球季爾大一心見人他從防守做起 雖然最後在新年王的競爭上 對 萬達佑 就被撥了一下 再拿起來 史伯恩賞他一個小火鍋 加速到籃下 挑戰史伯恩 藍薩虎 他就是勤勞 再抓一個進攻籃板 被史伯恩 封掉 14秒的進攻時間 弱邊的底角 土毛 成範 再送給林俊綺 同樣的位置 他已經出手三次都沒進 但又是林冠軍 國體大就是擋不住他的進攻籃板 健行拉開到9分領先 大角度的轉移 林冠軍 起身的時候有打手 先方球員打手 同時球也進 他的注意力還是在籃框上面 所以你會覺得 現在的UBA 又一個火鍋林冠軍 協防 大鍋子 傷給了郭俊男 協路 用WeSide help 牆邊的這個 快速 好 高調進去 林冠軍倒地 還好 邱吉先纏給了謝亞軒 外線林冠軍投車進 三分球 李嘉康 再回一個後面的林正 沒有人看守 中距離跳投 沒進 這是不必要的犯規 因為不必要的犯規 就跟十五一樣 會讓對方站上拔球性 因為兩隊都進入加拔狀態 哎唷 不必要的犯規 那就不會這麼輕鬆的兩拔 也許你就掌握到球賽的勝負 林冠軍兩閥都進 你要花兩次的進攻 才能夠把這個球賽 很正確的選擇 李嘉康 到劍區但被蓋鍋 哇 後面補上這一鍋的 可能是今天的MVP 林冠軍 上方得分都沒有到70分的情況下 冠軍賽的rematch 再次的碰頭 健行科大 算是抱了三月在小巨蛋輸球的一箭之仇 69比65 在林冠軍全場 23分的帶領之下 拿下了勝利